A.V.E.C. 歡迎收看 阿龍的文章 今天是Live版的 而且除了很常被罵的MASHA之外 今天還有人是第一次玩的 網友們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她的手準備好 她的知道要罵誰了 她的關懷準備好了 加油 而且今天我們一樣 會把我們手上的牌 都送給預測隊VIP的人 而且除了送這個之外 還會送什麼呢 是我們延禧公約要來辦 現在你們就上APP 然後回答我們問題 到時候節目尾聲的時候 我們就會抽出一個幸運額 送你們營友會的票 是的 大家趕快一吃一口來參與 歡迎今天的第一位 人稱最近MVP拿得有點多的 狼人殺之王 謝謝 哇塞 好厲害 歡迎第二位 大家好 我叫MASHA 聽我講話大聲就不會那麼緊張了 我 廢人廢人廢人 廢人廢人廢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賴 我覺得今天的陣容看起來有點 小賴你剛剛騎車來喔 等一下 我跟妳講 今天的陣容有一點薄弱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可能會拿到MVP 哇塞 嗨 下一位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可芬 可芬 你知道聽說就是 在妙集的時候說謊都不會被發現 所以我從中午開始就沒有去上廁所 對啊 怎麼會這樣 你真要道遠 你真是真的很容易 你真要道遠 什麼都是這樣的旁觀的賭耶 真的 天啊 不會被你們看出來 好 大家好 我是妹妹可芳 第一次玩 對 除了第一次以外 其實是人生中第一次狼人殺 就獻給各位了好不好 殺死她 殺死她 手下留情 今天被你進來的 這樣這樣子 姐姐上次玩過 回去有跟妹妹講什麼嗎 你知道 因為我怕說 今天我們會不一樣陣營 所以我們大概從昨天晚上 都沒有講話 我們剛剛原本說什麼 原本還說什麼 如果我抽到的話 你要怎樣的話就不要 我們都不要講話 那妳是要規則嗎 我知道啦 我要稍微看一下各位前輩們 之前的表現 好 好了 接下來我們六號凱樂 大家好 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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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思雅 最近就是 Change 人來Color Change 然後Change 人來Color的頭髮 然後來到這個 Live的狼人殺 覺得非常的緊張 希望今天不要太快被殺掉 因為其實有很多網友 在我跟小瓜 開直播的時候都說 思雅 我有看妳玩狼人殺 但是妳都第一個死喔 然後就是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好難過 然後我上次就是在看直播的時候 我就大哭 大哭 那幾有妳嗎 有 我就直接死 然後我就大哭 我覺得太難過 太走心了 天啊 如果今天妳一樣第一局又被殺死怎麼辦 我可能就是會 現場大哭 現場大哭 把莊潔哭放掉 讓她哭 讓她哭 讓她再留言 感覺會直接來 我可能真的會太走心 然後就是 不想說光 對 對 越氣越軟 越氣越軟 好 拜託大家 謝謝 歡迎下一位 好 大家好 我是楓田 今天的目標是活到第三天 其實活下來比較重要 對 活下來比較重要 我要活下來 好 下一位 好久不見 我是樓俊碩 AKA羅吉路 AKA 激動老師歌手 激動哥 激動哥來了 我等了很久了 嚇到我了 歡迎10號 好啦 OK 哈囉 我是Wish 我今天做10號 我要歸漂 希望可以歸得不錯 然後今天我發現 風田怪怪的 因為平常他都會拿紙筆 但他今天沒有拿 我覺得他有鬼 對 對 他準備好騙人的 我覺得他有做好準備 沒有啦 他準備好下跪 準備好下跪 好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公布題目 是的 我們要公布 我們的那個 營友會的題目 題目是 炎喜攻略 11月5號 每週一到週五 八大第一台27頻道播出 請問首播是幾點呢 A 晚上10點 B 早上8點 C 凌晨3點 趕快趕快來預測誰是MVP 就有機會獲得 是的 好的 然後下開始請確認自己身份 天黑請킨 呃呃呃 男人先生請贈主 男人確認自己身份 男人請殺人 男人請滴影 女巫請正眼 她被殺死了,你要救她嗎? 你要是用毒藥嗎? 你要毒誰呢? 女巫請正眼 預言家請正眼 選擇你要查驗的對象是 預言家請閉眼 戀人請正眼 戀人請閉眼 騎士請正眼 騎士請閉眼 定量請正眼 昨晚是平安夜 一號,開始發言 好,一號發言 我很久很久沒有坐在一號了 所以我現在有點不知道一號該講什麼 然後第一把是平安夜 其實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平安夜的局勢 其實對好人是一個很大的劣勢 因為他解藥用掉了 等於說解藥他也不知道他救了誰 Maybe可能是自救 那我這一把一樣拿的是平民牌 我上次拿MVP也是平民牌 而且我直接把一個狼人抓出去 所以你們的發言對我來說每個都非常重要 如果在我這邊發言不做時的話 我會直接把你投掉 我再說一次 我是平民 以及平民以上身分的人 過 好的,換弟弟發言了 身為第二個弟也不知道講什麼 但是我今天有很認真的寫出每一碗 我要去看哪一個人說話時 有一些就是論點或者是講話 有一些怪怪的 第一位很認真用我這個 漂亮的雙眼皮的慧眼 好好地看你說話的態度 是不是狼 過 好,我是三號 然後呢 我覺得今天大家就異常地認真 因為我首次來參加是每一個人都拿著紙筆 然後以及 我覺得狼人應該有一個是很強的 因為剛剛殺人的速度算滿快 所以有點在帶領其他兩位狼人的進度 所以我還是會看其他人發言 然後我再決定寫是哪 過 我只能說我是一個很 正向有用的身分 然後 因為平安夜實在是沒有太多質詢 所以我還是儘管其變 再觀察大家 那重申一次我是正向然後是有功能的身分 過 好的,換妹妹發言了 我覺得 我是完全是初階玩家 那我剛剛還想說 可不可以在就是大家閉眼的時候 聽聲音來分辨狼人在哪裡 但真的大家都很專業 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聲音喔,坐在這個位置 我也是一個平民 所以 就是今天可以就不用針對我了啦 就是 我也是就是 現在有一種樂器打怪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現在所有人看著我的眼神 到底是在分析什麼 但是 我們就繼續往下面聽聽看大家的分析好了 過 好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六號 我是一個好人 我先來分析一下 第一位 他說他自己是平民 通常他 當狼的時候好像也會這樣說 所以我會有點持懷疑的態度 然後第二位 他硬講了一些話 但還是是廢話 然後第二位 他有注意到我也有發現的是 就是狼殺得滿快的 所以我滿同意他說 狼應該有一批是很會玩的 然後四號說 他自己 他 我覺得聽起來 他好像是想說自己是神的感覺 然後五號 因為是初級的玩家 還摸不清楚他的方式 然後 目前沒什麼資訊 先講過 好的 我是七號玩家 非常開心活過了第一晚 好 接下來呢 我要發表我剛剛觀察到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覺得 四號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要直接先表明自己有身分 因為其實這樣子對好人來說 是不太 不太妥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樣子可能狼人等一下就會先殺掉你 那這樣子好人贏的機率就會變少了 因為他們可能可以圖神 也可能可以圖你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 其實有點 算是有點冒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覺得是Live 所以時間很緊繃 還是什麼樣子 只是我是有點至於小懷疑的部分 這樣子 那我也是沒有什麼資訊 所以就過 謝謝 好 從一號開始 我覺得一號的講話的樣子 我自己感覺是滿誠懇的 所以我目前相信一號 這個是感覺 沒有什麼根據 然後二號一樣廢話 所以 就是一半一半 還沒有到相信 然後三號他 三號說什麼 然後 男人有一個是很會玩的 我覺得這個分析 可能他男人才會想到這個梗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 所以 我有一點小懷疑 三號 然後跟到 六號有跟到三號的這個想法 所以 我有一點小懷疑 三跟六 然後七號他說 四號什麼 那個 就是公開自己的身分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一號也有公開 然後他七號突然攻擊四號 所以我有一點小懷疑 所以 然後四號跟五號 我還沒有印象 可能出學者的關係吧 所以 目前是三六七 是我有一點小懷疑的 二號是 一半一半 一號比較 我相信 過 基本上我是一個好人 然後呢 我是沒有什麼資訊 對 雖然說剛剛這樣聽一輪下來 每一個人其實 發表的內容 其實都還蠻合理的 然後我也不想要去跟著誰的風 因為就是 我同意某些人說的話 可是我不想要去跟風講 不然大家就莫名被踩死 對 然後呢 剛剛在 天黑的時候 我仔細聽 周圍兩側 其實都沒有聽到什麼聲響 所以我想要把 呃 講話的機會留給 歸票位 然後聽他怎麼說 然後先跟著他走 我是十號 我先 仲裁在九號 你在看我的筆記試試看 一直看 偷看 這是考試嗎 作弊 作弊 你沒有自己的人生嗎 你閉嘴 一號呢 是一個兇狠的平民 我剛剛這樣分析完 但是他在結尾的時候 他有大概小提一下 說他名疾命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這動作是擋到還是什麼 但是有 就像六號說的 其實他很會玩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狼人假冒 但是他剛剛是滿真誠的 所以我觀察一下 然後 三號今天有點水腫 對 好來 你踢穿要水腫的 你一直都有水腫 頭髮 我臉就是大 而且你在二號跟四號中間 特別的難堪 對 就是有點難堪 對 不要坐在臉小的人旁邊 然後二號我弟弟 我是直接跳過 因為他都廢話了 然後四號他說他自己是神 我其實是相信的 因為通常出玩的人 他們其實不太會騙人 對我來說 而且我認識他其實有 快要八年了 他騙人的生態就是 在一起過 兩個唱聽 有追過嗎 有追過嗎 我朋友跟他在一起過 神 神 神 不要那麼八卦 幹嘛 好 反正 是你的團員嗎 是康嗎 是你嗎 你 不要嗎 重點是四號其實 是圈內人嗎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啦 不是 開玩笑 四號其實我願意相信 他應該是好人 因為 以我對他的認識來講 他要第一次玩 我覺得他應該是好人 然後 五號的部分 他就是有點滑水 所以我就是帶過 然後六號的話 你小踩了一號嘛 因為你說他很會玩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像跟你一樣 我也是帶觀察 但我不踩一號 然後七號的部分 嗯 你是踩四號 因為你是建議他不要這樣玩 如果他是新手 但是如果他會玩的話這樣很恐怖 但是 我自己的狀況是 我覺得他應該是好人的成分很大 對 因為他是 以我認識他的狀況 然後九號的話 就是滑 就是 八號的話 你踩了三 跟三六七 你踩了這麼多人 嗯 我覺得 道理是有一點點怪 但是我 你踩那麼多人 我覺得你可能只想活久一點 才會這樣說 然後樓俊碩 我也是算滑水的部分 所以待會如果要票的話 嗯 我應該會保留 但是我 是覺得四號是好的 他真的是應該是蠻重要的身份 對 GO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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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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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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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好啊 好啊 好樣子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今天我就跟楓婷結下了這個糧子 好 好 劈里卡劈里拉拉布布拉貝貝 魯多 我是女巫 好 對不起 所以等一下誰跟我說是女巫的 他就是狼 對不起 卡劈里拉拉 好恐怖喔 狼人先生請真眼 狼人請雜人 狼人請逼眼 泥鼠請真眼 你要是用圖牙麵 你要讀谁呢 礼物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请睁眼 昨晚4号被杀死了 死者请知淘汰去了 启动猎人技能 选择你要射杀的对象 猎人 对喔 我看一下我的笔记 当谁猜你 你就可以直接 谁猜我啊 我要带 3号 Oh my God 3号 OK 被猎人 好对不能 不能有遗言 没有遗言 你确定 Come on 3号 淘汰 金字 淘汰局 我没有遗言吗 没有你没有遗言 1号 开始发言 天啊 这个资讯爆炸一个状态 昨天晚上 7号 8号 8号那时候一开始他保了我 然后他踩了3 6 7 然后最后直接把7号票掉 但是他7号直接跳女巫 但是他跳女巫 也没有说他救了谁 你们没有发现 因为第一碗平安灭了 他没有假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是真女巫还是假女巫 如果后面没有人跳女巫 我就应该相信 那如果是真的的话 他如果是假的话 我觉得后面女巫 也可以跳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死了一个猎人 我们还有预言家跟 骑士 然后 其实3号我刚刚也有怀疑 为什么我会怀疑的 是因为 他刚刚在那边讲说 杀很久 杀很久 会不会他是其中一个人 他才觉得说杀很久 因为他要跟那个人讲 因为不然 不会去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讯息 但是他投掉3号 我也不懂 他为什么会投他 然后 刚刚 我看一下啊 然后刚刚6号 也直接说我是 迷迹迷三 他对我这一点是有怀疑的 所以我觉得 待会6号 也有待观察保留 我刚刚其实 我想要投的是3号跟9号 因为9号的发言 在我这边 他的语速变很慢 他的 他如果是好的话 他会 但是你们看到他自我介绍 我就 然后刚发言 我是怎么样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因为1号在我这边 我这样看一下的话 我觉得3跟9 如果3真的是狼那边投出去 我觉得9 也有嫌疑 然后我们待会可以 仔细提一下8号 为什么要投了7号 然后7号 死掉直接跳远家 然后10号的身份 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试探看看 过 好的 身为底弟一个好人 我很棒的 今天做了一个很棒的笔记 很多很多在上面 看不到啦 看不到 刚刚宇晨说 他 刚刚有想要觉得 3号也是狼 刚才有轻采 他还想 但是我现在比较想要讲的是 刚刚一开始第一晚 起来的时候 就是晚上变天亮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那个 我只是揣测而已 我看到5号看4号的表情 怪怪的 但是我也没有说他是狼 我只是轻轻采 只是感觉有在怀疑他什么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的时候 不知道的是为什么 4号会带3号走 因为刚刚4号他刚没有说 他刚也没有采到3号 也没有乱采任何人 因为4号 对他没有乱采任何人 所以 所以我觉得他带3号走 也蛮奇怪的 然后 刚刚8号 最后他 他本来不想举 但是他在最后那0.1秒 他举了7号 然后7号就走了 但是我很认同的是 为什么7号他没有说他救了谁 这个 这个是蛮值得去探讨的 过 我觉得以一个新手来说 现在战况是不是有点复杂 就是 现在跳出来的 7 3 4 其实我有 我其实有想说3号 会不会是狼人 我刚刚有在想 因为通常就是 因为狼人有三个 搞不好自己先牺牲一个 或是 就是讲自己不是 然后就是说 有一个狼是高阶玩家 那可是他现在被 他可是他现在被 请出去的表情 我觉得有点太 太有点就是 真的自己很清白的感觉 所以会不会一些 在场的狼人 其实都还在位置上 然后我会觉得呢 因为闭眼的时候 狼人的声音 我这边真的都没有听到 所以我怀疑 会不会是 离我比较远一点的 八九十 在哪一边 所以他们在有一些 动作的时候 我就是 比较不会察觉 所以 大概是这样子 还继续在观察 过 好的 各位观众 我是六号 刚刚一号踩我 因为我第一局的时候 轻踩他 你没有踩喔 那样不算踩是不是 那我也不踩他 我本来以为他踩我 我想要狠狠地踩他 但是他没有踩好不好 我就觉得 误会一场 所以呢 我现在来分析 我知道的 刚刚第一局 整个发言我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 八号他的玩法 非常非常的大胆 就是他只保一号 但他踩了三个人 他踩了三号 六号 七号 但他却很有 信心地保了一号 我在想说 会不会其实他是预言家 可是我又想说 但如果是好人 是预言家的话 他就不应该乱踩人 因为如果你 之后 真的你是预言家的话 大家会跟着你的风向走 你就可能会把真的好人 誤杀掉 所以我觉得 你又那么有把握的 投了七号 这点我是想要听听 你等一下怎么说 然后刚刚五号踩了 八九十 因为他说 他觉得狼现身的时候 他附近都没有动静 所以他觉得是他们 然后 猎人带了三号走 蛮多人都觉得 三号是狼的 然后二号刚刚轻踩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不算踩 你说五号看四号的怪怪的 这样算踩吗 观察 观察 但我是觉得五号 感觉蛮像好人的 因为毕竟 第一次玩那么冷静的狼人不多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好人 我觉得啦 然后一号还是看不太出来 他是好人还坏人 但是因为他没有踩我 所以我就先相信他是好人 Go 好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投七号 就是简单 听到所有人的讲话 然后最后还是觉得七号 最最最最怀疑的是七号 所以我直接拖他 我以为是有些人会拖 谁谁谁 然后两三个人会跳出来 然后最后再讨论 再票出 结果只有我拖 一个人 所以就七号被淘汰了 但我觉得我拖七号是对的 因为七号每次都被拖 投票的时候 如果他是好人的话 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而且就是他很明显 很容易露出来表情 很生气 所以刚刚他一开始就 我是女巫 我觉得这个有点 刻意 所以 所以 九号或是十号 有女巫的话 应该要跳出来 我不是女巫 然后 对 然后一跟二说的那个 他没有说 第一天 保了谁 这个也是很值得可以怀疑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七号 杀七号是对的 然后 所以我目前看来 一、二是比较接近好人 五、六是还模糊 然后 十九里面有一只狼 我猜 但是我 我已经抓到十号的狼人的时候 最后的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这次 她的感觉是好人 所以我目前最怀疑的是 九、五 这里面的话 五跟六、六跟九 但我觉得刚刚六号的怀疑 六号的法言很 很、那个 很固 很固 我这次为什么没有那么激动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 不太有资讯的角色 可是我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没有那么激动 因为我想要多看一轮 可是呢 刚刚 封田他直接票死七号 我觉得啦 以一只狼来说 他应该不会那么大胆 应该不会这么大胆 就是在第一局的时候 就直接把人票死 所以我觉得 封田在我这边偏好 虽然说他怀疑我 可是我觉得 五号 嫌疑非常非常大 因为刚刚猎人在 选说他要射谁的时候 你超紧张的 你一直看着你的那个 记录的东西 你看着你切的东西 你是怕他射你吧 这有可能是一个姐妹上面 就是有一点 亲情出了一点问题 亲情 对然后呢 再来就是 六号 六号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 亲采你一下 因为你刚刚在保五号 然后 然后 你也是前面很认真的在做笔记 然后有时候又很认真的在看 其实我觉得 你也有点在 掩饰你是狼人的身份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只是一个 平民 所以我觉得 呃 不需要把 不需要把票 放在我身上 就是这样 好 各位我是预言家 我第一晚的时候 我测了四号 所以我在隔天 一早便宜的时候 我就跟大发精髓 其实我暗示你们 我说他是好人 我认识他这么久 用友谊的状况 告诉你们说他是好人 那讲完之后 其实 呃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但是 因为刚刚八号 头七号都太奇怪了 所以我第二晚 我是测八号 八号确实是个好人 所以大家也不用怀疑八号 所以我觉得 崩田待会儿可能会被网友骂 因为你是好人 但是你却 杀了七号 我不知道你是观察到什么点 因为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七号 值得你什么样的怀疑 对 所以我不知道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效果还是什么 但是 这样做其实我觉得蛮冒险的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女巫的话 待会儿如果晚上 出现了狼杀 毒杀的话 如果女巫还在你就还好 如果待会儿一直都没有毒杀的话 可能会很麻烦 对 那就刚刚的言论推论下来的话 好像是五跟九 被大家怀疑的最多 所以待会儿 呃 晚上的话如果 我会查五号 对 那我待会儿还是不会票 因为我觉得 现在感觉如果真的 呃 斯雅如果七号真的是女巫的话 然后猎人又死的话 然后刚刚小赖 在三号死的时候 她说你确定吗 感觉她是有身份的 我觉得她可能是歧视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已经死了三神的话 我不建议待会儿随便乱票人 我自己不建议啦 我自己不建议 对 我不建议 所以 诶 等一下东西有逻辑错了 如果 对 这可能要赌 但如果你们票队的一个狼的话 如果假设有剩三只的话 票队的话 可能还有几率 但是如果票错的话 神跟民 折损的几率比较大 可能是危险的 所以我自己的认为是 不建议乱投票 对 那骑士如果在的话 待会儿可以验一个 你觉得最奇怪的人 然后待会儿我是不会投票的 对 过 请大家进行投票 好吵喔 3 2 1 请投票 各一票 5号 开始发言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今天 我被淘汰的话 对大家来说 真的也是一个损失 如果今天三只狼 都还在座上的话 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 替死鬼的身份 但我刚刚其实有怀疑 8号 因为我想说 他一开始会去杀7号 是不是因为觉得 拼命少一人是一人 所以我在第一轮投票 我就先行事 我就是可以把人请出去的确定 可是我又有点相信 WISH 他的讲话的诚恳态度 他如果说8号是 他如果8号是那个 好人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 他刚刚说的 他下一个晚上要职业舞 然后 再看看我会不会留下来 对 因为我真的是好人 不需要把这次投票 杀在我身上 我们可以再下一晚来看看 对 过 好的 我刚刚发现是1号 想要把我票出去 但是他刚刚不是说 他没有票我吗 为什么现在又要杀我 我不太懂 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 虽然你很会玩 但是有时候 我看过蛮多集 你都票错人 我昨天票对了 昨天你是票对的 但是前几集 网友们他是不是有票错人 不是也有啦 偶尔会失误一次 网友们准备好 动动你的手指头 暖暖身 等一下可以骂他 然后我想说 9号刚刚才才我 然后他第一局的时候说 他是平民 他没有什么资讯 可是他刚刚却又踩我 我觉得这件很奇怪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过 还有谁 我有 我有吗 谁偷他 谁偷我 白 白痴喔 我觉得丰田今天在乱玩 他刚刚已经投了一个好人 其他又投我 我不知道丰田你是什么 你如果是歧视的话 你待会直接可以验我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这样玩 因为你这样子超奇怪的 而且你表明你是好人 我也说你是好人 给你精髓 你还这样 待会人一定杀你啊 所以你待会一定会死啊 因为你是好人啊 你这样 我不懂你要干嘛 因为留着你乱玩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你超奇怪 我完全不懂你在干嘛 所以我真的不懂 你为什么要投我 7号又投10号 我是远价耶 过 好 投票前 我们进一下广告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请大家进行投票 3 2 1 请投票 5号 淘坦 亲自淘坦区 请发表明天 绝对这一票真的是让狼人得逞了 而且我后来就仔细想想 我真的觉得狼人就在那边 不是8 不是10 我觉得就是9 因为10刚保了就是1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预言家 我相信他说的 8呢就是正在乱玩 我有点不知道他的那个思考逻辑 刚进广告的时候在想 但是我觉得9呢 就是莫名的开始踩我 然后在进广告的时候 他就有点这样左右的在偷看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关心一下9号的表情 你们加油 好 休息一下今天的广告 带我回来 我说话 让人建设 让人建设 请真言 让人请杂人 让人请闭眼 让人请闭眼 預言家請睜眼 選擇你要查驗的對象是 預言家請閉眼 天亮請睜眼 昨晚1號被殺死了 死者請去淘汰區 2號開始發言 雨晨現在1號走 但是我剛剛還會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 我比較在意的是 剛剛8號為什麼會投10號 就讓他走這個東西 這是我現在比較在意的事情 因為他已經跳預言家了 但是他無故要被你殺死 是因為他現在最後跳預言家 所以我會比較相信10號的發言 所以你剛突然殺他 會讓我對你有一種懷疑 然後剛剛6號剛剛說 最後他說 欸他說誰是好人家1號 最後是6號已經說服1號說 他是好人 所以我現在也會相信 因為最後1號殺的是5號 所以我也會相信解他是好人 所以現在狼人可能只剩下一個在裡面 或許 對過 1號死了所以他一定是好人 他剛剛踩的是9號 然後 9號剛剛踩的是我 然後我剛剛分析了一下 豐田 豐田好像也有才9號 然後 10號因為 你挑預言家 然後也沒有其他真的預言家出現 所以我會相信你就是預言家 所以 你說 4號和8號是好人 可是8號卻要投你 這點我是看不懂啦 想要聽聽看後面怎麼說過 好 為什麼我剛剛拖10號呢 是因為我是真正的預言家 我是真正的預言家 1個 1個 然後10號跳出來的時候 我就確定 10號是狼人 然後 第一天 我先試一下 從一開始 第一天查了1號 他是好人 第二天查了3號 他是好人 剛剛我查了6號 他是狼人 所以我 我目前就是很確定 6號跟10號是狼 所以 我們 我們三個人 三個好人 要先偷給6號好了 所以 好吧 好不好 相信我 不然會輸 6號 我相信豐田講的話 所以我會跟票 跟豐田的票 你好好解釋吧 我剛剛第三碗查 9號 9號就是一匹狼 然後我剛剛查了豐田是好人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豐田要這樣玩 所以 有點不太懂 這個邏輯 8號邏輯是什麼 對 所以 就這樣吧 過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9號 淘汰 請到淘汰區 遊戲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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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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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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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2 你唯一唯我吧 不要 那你要教我 所以我保你了 所以你保證人家 反正在保我 保證人家 然後剛剛我已經想要投他了 他給我啟用網友機制 我要讓他開始動了 你們先買 對 削男的 天啊 我回答他可 可放的問題 為什麼大家都沒聲音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邁向高階玩家 你必須要學習閉氣的技能 就是狼人請哲演 對 狼人請哲演 而且很狼人 你最後在票的時候 風田家還票五號耶 因為他已經跳預言家 你怎麼還要跳狼 你那跳法是嗎 很像怪怪人 因為他是平民 不要再罵他了 我們進城坡 快點 好耶 你不要進去 好棒 風田家 我們說這把好人謀秀 暫時可以不要上他 不要上他 尷尬 堵臉 真的是堵臉 好 兩位 全員加二 但是我騙他OK吧 我騙人的決定 好棒 沒有很近 好 好好笑 好厲害喔 好好玩喔 好酷喔 好玩了沒 坐在一號當平民 真的太難 很難玩了 是啊 好玩了嗎 好玩 而且根本不知道 稍微死了誰 大家三次黨都在 我們要選MVP 除了兩位主持人之外 大家都可以參與喔 我們數到三位 主持人也可以 參與可以喔 也可以 好 好 那我們數到三 一起把手指那個 你心目中的MVP 3 2 1 好 凱樂這次玩得不錯喔 WISH 所以可以跳躍人家 WISH得到MVP 第一次 好 他要帶上來 來 繼續來 你又幫我嗎 幫你 幫他獎 很棒 當然現在要來抽獎一下 抽獎一下 到底誰會投WISH是MVP 搞不好是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搞不好沒有人 我這MVP中 有可能的 這樣子勝率很高耶 投你的人就很有可能中耶 競爭你的手 究竟 他可能是重缺之類的 重缺 重缺好悲哨 所以你測第二個是誰 3號 人數 誰 Oh my God MVP中 MVP中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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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靜靜 冷靜 對 通常出現這種事情 要保證先莫充 再說 換了 換了 不要再選 這管教 他再選 重選 重選 我要叫死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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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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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你拿牌就簽保留了好不好 然後一步一步來啦 先大家曝光 大家之後發現你有拿MVP的強項就會投你 對啊 可以啦 聽說有人投我 我好感動 天啊 你爸爸 有人投我嗎 我投你好了 我玩得不錯 謝謝 對 雖然我剛剛真的是有投你 但是你就號召網友 我就覺得算了 算了 對 我們這一群是一個很妙 女巫 樂家殺了 女巫 獵人殺了騎士 然後三個平民 傻眼 那怎麼辦 請問現在這是在搞什麼 罵怎麼會 好 全力做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送延期 動力的票 然後永遠 營友會的門票 來 抽出幸運兒 該不會也沒人吧 這個一定會有人吧 來囉 這個一定超多的啊 究竟是誰呢 來 壓一下會反光 抽一點 有了 陳文潔 念出來 黃欣 黃什麼停 等一下 黃欣婷 張雨喬 哇 好多 太恭喜 郭子欽 王柏雲 李威 這個是Tina TF Tina Type 顏孝盛 陳彩妍 恭喜你們 恭喜 多個臉子 多個門票 恭喜 好了 最後的MVP 沒有觀眾投 你有沒有什麼感想要說 論述一下 論述一下 掃查不起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對啊 敢想什麼 這一場玩下來敢想 我覺得常常玩會有進步吧 當然啦 對 因為宇晨常會 帶我們大家一起玩 哥 有人偷喔 真的假的 腦粉啦 應該是你部落的人吧 對 有人偷喔 謝謝親戚 好 謝謝大家 精采的預告時間 明天的Live有 顏喜公認的吳錦妍 還有許凱 待會MV要播放是WONNER的 確認實 謝謝各位 謝謝 為你們冷靜點 OK 拜拜 你新世界徘徊